hello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太极拳中的气 其实说到这个东西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吧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对气这个概念 一直都是很模糊的一个状态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思考 我对于气这个东西来说 渐渐稍微的理解了那么一点 所以说今天拿出来这件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今天我只说太极拳中的气是怎么回事 其他拳中我也不会练 我感觉呢太极拳中的气 你并不是说你只去学什么是气 这个东西你就能把它学会的 我想你如果想要了解太极拳中的气 那么你首先就要去找一位能把拳架 能把太极拳能讲明白的一位老师 跟他学完全之后 你才可能渐渐理解太极拳中的气是怎么回事 不管是你练拳练了30年也好 40年也好50年甚至一辈子都好 你对于太极拳中的气了解多少 我想大家这个东西应该心知肚明嘛 对不对自己几经几两应该都知道 那首先我在这一条片子里面 跟大家简单的提了一下什么是气 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陈欣对于气的一个理解 所以说今天呢我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看一下陈长兴老前辈他对于气的理解是怎样的 然后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气的一个理解和看法 好吧 这篇文章呢是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中的一个短篇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吧 天地间未有一往而不凡者 亦未常有直而无取者已 盖物有对待 事有回还 古今不易之理也 常有事之论垂者 而坚论气者已 夫主于一 何分为二 所谓二者即呼吸也 呼吸即阴阳也 垂不能无动静 气不能无呼吸 呼则为阳 吸则为阴 上升为阳下降为阴 阳气上升 而为阳 阳气下升而为阴 阴气上升即为阳 阴气下升 人为阴 此阴阳之所以分也 何为清拙 生而上者为清 降而下为拙 轻者为阳 拙者为阴 然分而言之为阴阳 魂而言之统为气 气不能无阴阳 即所谓人不能无动静 鼻不能无呼吸 口不能无出入 而所以为对待回还之理也 然则气分为二而冠于一 有志于试图者 甚勿以事为居居焉耳 我不知道我说完这一篇短篇 大家有什么感觉 不过我来聊一聊我的看法 好吧 从字面上来看 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 什么是气 气就是我们的呼吸 他不是说吗 然分而言之为阴阳 魂而言之统为气 然则气分为二而冠于一 大家看一下啊 这么分出来之后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聊的拳 就能立刻结合上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有朋友还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跟我们之前聊的拳 能结合上 老刘你不是说 我们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自然呼吸吗 对不对 这跟阴阳能扯上关系吗 大家想啊 我们练拳的时候 一开始肯定要求大家自然呼吸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之后练发劲的时候 一定是要配合上你的呼吸的 对不对 要不然你的这个发劲会 非常的不通透 不顺畅 刚开始练拳的时候 要求大家自然呼吸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要求大家 因为你刚开始学拳的时候 你看要学什么 要学动作 对不对 要学规矩 要学理论 要学拳架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东西已经够复杂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再让你结合上 你什么时候吸气 什么时候呼气 那在你身体各方面条件 都不允许的情况下 就是说最起码在你身体都不协调的时候 你去想太多的东西 这个样子就会造成你的精神高度的集中 一集中就容易紧张 他一紧张 那么你身体的各个肌肉 韧带 同时也会紧张 就不会放松下来 这个样子练一段时间 肯定会冲你去的 所以说 你只有先把拳 经过反复的训练 日积月累之后 身体也协调了 拳里面的规矩 你也守住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去练发劲 肯定是要配合上你的呼吸的 怎么样去配合 再说一遍 就是你续静的时候吸气 发劲的时候呼气 就这么简单 大家看 我们人是吸入空气 然后把氧气吸收掉 然后排出二氧化碳 对不对 我们吸收的那个氧气 是会经过我们的血液流变我们的全身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就是气 这个大概念 一分为二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呼吸 通过呼吸来完成这些 就是我们人正常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运转 算是 说白了 气是什么东西 气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能量 算是 如果说没有了呼吸 那么我们人体内的这些机能就会迅速的停止运转 对不对 但是大家想 如果说没有了身体的话 我们这个呼吸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没有了一个载体 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吗 所以说不管你干什么事 你都要用呼吸去维持和支撑你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的对不对 我们太极拳其实也是一样的 发劲的时候吸气是为了让我们血液中有充足的氧气 然后我们发劲的时候是让我们的肌肉迅速的收缩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拳里面的身法 也就是我们拳里面的那些规矩 把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去 我们练拳 守规矩 练身法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的劲往一处使 我们打发劲的时候配合呼吸 就是为了顺应我们人体的机能 让你的力量最大化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太极拳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放松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要求大家放松放松放松 不要用力放松对不对 送的送的都是软了 为什么要放松 因为你只有放松下来 肌肉才会不紧张 血液里面运输氧气的那个通道 才会更加的顺畅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肌肉紧张 那么就会牵扯到你的韧带啊 关节啊 同时也会紧张 那么你血管就会受到挤压收缩 那么运输氧气的那个通道 肯定是不会顺畅的 我这么说 大家能听明白吗 就好像有点绕啊 所以说你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先学会放松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拳里面的所有的那些规矩 其实说白了 就是学规矩 学的是什么 就是学让你什么地方用力 你就什么地方用力 什么地方不用力 你就什么地方不用力 这个就是你要去学的那个放松 放松不是全软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 我上两期还是上一期视频 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之后我们练发筋的时候 再配合上我们的一吸一呼 让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力量叠加在一起 对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太极拳这个东西 它是完全不违背我们人正常生活中的一个用力习惯和方式的 对 其实通过锻炼太极拳 只不过是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协调 呼吸更加的顺畅 血液里面的那个运输氧气的那个通道更加的顺畅一点 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越来越好 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其实就这么点东西 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我们练拳初期一定要先学拳里面的那些规矩 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就行了 然后你什么东西都学完之后 你再去练发筋配合上你的呼吸 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渐渐了解 太极拳中的气是什么东西 只有自己真正理解了太极拳中的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理解吧 对 我这么感觉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 也只不过是我对于气的一个理解和看法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朋友 我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